这个在地面上滑雪的男孩 乃是狼与神的后裔爱奴一族的新生代通灵师霍洛霍洛 也就是叶的下一个对手 他的持有灵是一个可爱的鹿草跃下妖精 一旦长得可爱 可乐乐作为自然精灵 其实蕴含着极其恐怖的力量 这就是霍洛霍洛的超灵体形态 无数的冰锥有如雨点般冲向叶 叶只好发动超灵体形态进行阻挡 系统通知 比赛正式开始 如果在比赛的时间内 解除了超灵体形态 就会被判定失败 霍洛霍洛再次用出了满汉冰宝 有了之前的经验 叶轻松的利用盾甲格挡后接近霍洛霍洛 一箭便将其斩飞 在叶的眼里 霍洛霍洛的战斗技巧实在太粗糙了 面对他发出的冰刺攻击 叶也是轻松击碎不被吹灰之力 这样的实力不光是霍洛霍洛 就连安娜也震惊了 既然如此霍洛霍洛也不藏私 准备用尽所有的无力 释放出自己的最强杀招 刹那间 滔天雪崩涌向了叶 霍洛霍洛自信 这一击可以彻底击败对手 强大的力量给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他知道单纯的防守必输无疑 那么不如放手一搏 雪崩结束 叶不见了踪影 霍洛霍洛本以为 已经彻底活埋了叶 然而没想到 叶竟然从雪中冲出 高高的飞向了天空 在霍洛霍洛惊讶的目光下 俯冲而下 斩出了拥有必胜信念的一刀 烟尘散去 霍洛霍洛竟然毫发未伤 叶早就看出霍洛霍洛已经解除了超灵体 便故意闪避 这一战是叶赢了 为了庆祝叶获得首胜 只能在叶的家里大白宴席 霍洛霍洛竟然也来参加了 所谓不打不相识 霍洛霍洛成为精灵王的目的 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帮助可乐波谷的自然精灵 修复破坏的家园 叶一听就觉得霍洛霍洛的梦想十分伟大 准备帮助他一起实现 不过还好 大赛是双败赛制 霍洛霍洛还有机会 然而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随着妹妹逼利卡的出现 霍洛霍洛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看着霍洛霍洛的悲惨遭遇 瞬间让叶觉得他和自己同命相连 不论如何 还是各回各家 各找各妹 准备明天的战斗吧